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11天了 俄罗斯的军队现在持续向各个城市进行了炮火攻击 基辅近郊小镇伊尔平遭到了轰炸 结果导致居民仓皇逃离 由于呢现在看得出来 在俄罗斯这一方面 其实没有完全遵守所谓人道走廊的协议 现在俄乌双方将会在7号的时候 进入第三轮的谈判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11天 俄军的战线没有显著推进 但是持续攻击各大城市 位于基辅西北较外小镇伊尔平 被猛烈轰炸导致桥梁倒塌 大批在伊尔平的民众紧急逃难 而当局也进行疏离 伊尔平附近的安托诺夫机场 是重要的军事运输据点 因此周边双方展开激战 另外俄军队东北部大城哈尔科夫 以及西南部港口城市马力波的炮火 也没有停下来 乌克兰的军队也仍然在坚守抵抗 俄军并且加入资讯战 公布一段由无人机所拍摄的影片 表示已经占领了在南部 赫尔松近郊一处军事基地 虽然城市失守 但是乌克兰人没有退缩 齐聚在街头举着国旗向俄军抗议 根据统计目前逃出乌克兰的难民 已经超过百万人 多数前往波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探访波兰 与乌克兰边境的一处难民接收中心 并且与乌克兰外长会面 外长库列巴表示 乌克兰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问题是要付出多少代价 如果要降低伤亡盟友 必须给予更多的支持 尽管俄乌第二轮谈判达成建立人道走廊的共识 但是俄罗斯并没有遵守 双方将进入第三轮的谈判 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 这一次是否能够有所突破 备受注目 记者综合报道 好就如同刚刚在新闻当中告诉大家 这个双方即将在7号 就是周一这一天要进行第三轮的谈判 好不过现在呢 大家都说所谓的局部停火已经破局了吗 好主要就是呢 其实原本双方同意呢 要先停火 让这个人道主义走廊能够顺利的登场 但是呢没有想到呢 俄罗斯原本宣布要停火 允许让平民能够先离开马力波 还有沃尔诺瓦哈 好但是呢没有想到在乌克兰这一方面 他们立刻指扣 其实呢在这个 马力波的部分 依旧是持续遭到俄罗斯军队的炮击 好不过呢 最后俄罗斯的国防部反控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在阻挡平民离开 现在呢看起来是两国各说各话 形同破局了 因此人道走廊这个部分 也暂时推延了疏散计划 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现在在两军之间的战事 俄罗斯的军队 其实针对了乌克兰采取的是 南北夹籍的方式 因为他们持续针对很多个城市开火 这当中有在 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三个地点呢 我们把它标出来 包含了这个切尔尼戈夫 还有基辅奥德萨等地 现在可以说是南北夹籍了 好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乌克兰的民众 也是持续的来对抗俄罗斯的军队 因为呢有很多民众依旧是集结 他们声称一定会把俄罗斯的军队给击退 但是现在两国之间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到在俄罗斯这一方面 普丁他的态度依旧很强硬哦 好他说了什么 他说西方国家 针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 采取的各种制裁 或者是呢打算要设禁航区 他认为形同向俄罗斯宣战 另外呢在俄罗斯的国防部 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很多个国家 都已经针对这个乌克兰 包含了企业啊 制出很多的制裁措施 好对此俄罗斯的外交部 他们已经宣布了要反制 好要对英国采取一个严厉的制裁措施 为什么针对英国呢 主要就是因为英国 你也对俄罗斯采取所谓歇斯底里的制裁 好但是刚刚说到了 其实这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不断的呼吁北约 希望这个北约能够在俄罗斯设一个这个禁航区 但是这个部分北约已经拒绝了 好泽伦斯基呢 他非常的不满 他这一回也是重炮回击 他说你北约刻意决定 不要覆盖乌克兰的上空 他认为呢 这是懦弱又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们 自我在做催眠 无视于他们其实拥有比我们强大很多倍的武器 好您可以看到这个泽伦斯基 他已经用懦弱这两个字来批评北约咯 当然他认为说 你北约拒绝射禁航区 等于形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开了一个绿灯嘛 好但是呢 现在双方已经决定 要在7号这一天展开第三轮的谈判 这个谈判到底会不会达成任何的共识呢 我们带您看这则报道 一架俄罗斯军用直升机低空飞越 被飞弹击中 瞬间变成火球高速坠地 冒出浓浓的黑烟 乌克兰军方公布这段画面 外媒判断应该是用无人机拍摄 但无法判别地点 俄罗斯国防部也不甘示弱 PO出影片 指出俄军的军用直升机 成功用反战车飞弹 摧毁乌军的装甲车 有电视台记者更直击空袭画面 两架战机飞越天空 不久前方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俄军轰炸基辅北方的城市伊尔平 记者边往后跑边拍显像还生 战火连绵之下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要在台湾时间5号下午3点开始停火 在5个小时内开设人道走廊 让居民疏散 乌克兰政府呼吁尽可能协助 其他人搭乘自己的车子 最好是能坐满 但随后乌克兰又指控 俄罗斯持续炮轰南部城市马力坡 市民难以脱逃 乌克兰已经下令暂缓撤离 另外有俄罗斯官员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逃到了波兰 泽伦斯基又亲自拍片辟谣 声称自己喜欢慢跑但没有逃跑 在双方第三轮谈判登场前 战争依旧是变数不断 记者组合报道 好这个战争呢 除了造成士兵还有平民的伤亡 就连媒体记者也都遭受了波及 因为英国的天空新闻 一行有5个人的特派记者团队 近日呢就到了乌克兰去采访 没有想到在首都基辅遭到 俄军的埋伏攻击 更是被当场开枪扫射 导致有两个人重弹受伤 好但是敬业的他们 依旧不忘录下了被攻击的过程 场面惊心动魄 现场枪林弹雨 记者躲在采访车后面 惊慌大喊快跑 英国天空新闻的5人特派团队 4号在离开基辅的路上 遭到俄军埋伏攻击 跟直接被当场开枪扫射 至少两人重弹受伤 索性后来受到乌克兰警察帮助 全员顺利脱困 不过战地记者的处境 随着普丁签署的新法令 变得更加艰难 普丁5号签署新法案 针对故意发布有关俄国的假新闻 将处以罚款或入狱复兴 最高可判15年 美国《华盛顿邮报》因此宣布 之后从俄国发出的报导 都不再让记者具名 甚至许多国际媒体直接决定 暂停在俄国播报新闻 面对各国制裁 普丁也签署了另一条法案反制 规定只要侵占俄国公民财产的人 将会被罚款或入狱服刑最长三年 但国际制裁俄罗斯的声浪 似乎没有因此停歇 而且还从官方烧到民间企业 知名精品店爱马仕和LV 也在4号宣布关闭俄罗斯所有门市 新加坡则成了东南亚第一个表态的国家 宣布禁止对俄出口资安和通讯产品 禁止两国金融机构交易等制裁措施 瑞士则决定冻结普丁和俄国富豪 在瑞士的账户 长期保持中立的两国 罕见在这次的俄乌战争中选边站 记者刘嘉宇报导 俄罗斯媒体报导 美国的女子直篮球星格瑞娜 上个月在俄国机场的时候 被发现持有含大麻油的电子烟 最后遭到了拘留 被指控她走私毒品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呢 最终可以判处十年的徒刑 由于消息传出来的时间点很敏感 因此美国的国务院 马上调整旅行建议 要求美国人不要前往俄罗斯 并且呼吁在俄国境内的美国人 应该要立刻离境 因为俄罗斯的官员可能骚扰美国的公民 美国的女子直篮也发表声明 全力支持格瑞娜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她迅速安全的回到美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带您看到 这回是美国的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 格莱姆他日前语出惊人 因为他说呼吁俄罗斯人除掉 俄国总统普丁 以结束俄乌战争 好 对于这样子的这个发言呢 白宫在4号立刻回应说 这不是美国的立场 拜登政府也不会主动推动 俄国政权更替 好 主要是因为呢 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 俄国人民需要他们自己来决定 自己的领导人 这绝对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还要来关心的是这一回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G7外长 在4号晚间召开了紧急会议 日本的外务大臣林方正说 如果俄罗斯不停止攻击 那么将会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 如果俄罗斯不停止攻击 如果俄罗斯不停止攻击 G7就会将俄罗斯不停止攻击 更加厉害的制裁 俄罗斯不停止攻击